尤尔玲晓鸥 好 谢谢各位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韦康 我21岁 我就读于南华大学的中文系 好 各位看到这屏幕上有四个字 浅谈 文学 为什么我用这四个字 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 9、8分钟 然后我也是才数学浅 只要和各位简简单单的谈一下文学 文学在 文学是什么 各位应该是相当模糊 因为都觉得很遥远 只是在朱宽浅先生的一本诸作中 他谈文学中他表示 其实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一种艺术 所以简单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身边的 许多各式各样的文学 比如可能 诗歌 散文 小说 歌词甚至是社交媒体的状态 也可以是一种文学 他再来表示 文学离不开三大元素 哪三大 第一 作者 第二 文本 第三 读者 好 让我先说一下作者 作者要很了解自己的态度 怎么说 作者必须忠于自己 尊重自己 也必须尊重读者 忠于读者 所以其实他有一些东西是尽量少去触碰他的一些态度 哪一个呢 第一 无病呻吟 装腔做事 有一些朋友他在创作的时候很喜欢把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失过恋爱 他刚才讲不听 不用紧 成绩一出来他自己就解决 所以我也没有讲那么多 我讲还不听也没有关系喔 所以这里只要注意一点 第二 吸皮笑脸 油腔滑掉 为什么我讲吸皮笑脸油腔滑掉 就如果 在这种场合啦 假设这种场合 我突然说一个搞笑的 冷笑话 比如说 我讲小时候可能很多人有很多病症 然后我以前有一个症 我以前有身份症 是不是很冷 冷到几点 就不要为了搞笑而搞笑 在生活中也是一样 再来 涂脂抹粉 卖弄疯脂 怎么说 不要以为自己很多痴造很美 然后特地去卖弄 跟他讲我很厉害 有时候 在装厉害的同时 会给人家带来一种 在 骄傲的感觉 所以不要假厉害 这是我们在创作时 必须注意的任何东西 当然 还有很多很多 在他的朱光前世 朱总也表示 所以 要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他的书 或者来问一下我也可以 这样我说一说文本 第二个文本 文本可以是文章啊 电影啊 电视剧啊 甚至是广告也可以叫文本 然后文本内容有相当的 还有很多趣味 因为它很暧昧 很多种意识 可以去了解 比如说 应该看过这一部戏吧 宫崎俊的千语千询 或者叫神隐少女 相信各位有看过 我小时候也看了很多次 到现在我还在看 不论什么 就很想看 然后 嗯 各位应该很记得 这一幕 千语千询的父母 变成猪那一个时候 他就到了异世界 吃那边的东西 小时候 我这样认为的小时候 我看的时候这部戏 我这样觉得 哦 他们自作兽 自作虐 为什么 跑别人家的地方 吃了异季的东西 变成猪 自己 自己的问题 这种小时候的感觉 如果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看了很多次 我新的解读 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更像这些 变成猪的这些父母 然后这个意识就像社会一样 我们无限的去诉求 而社会无限的去赋予我们 去给予我们 慢慢的我们成为社会中的傀儡 甚至成为社会的猪 然后千询在办理什么角色 在一个迷失的世界中 寻找自己的一个个体 然后其实这只是我的一个解读 然后你们要怎么去解读 这一部戏或这一幕的话 其实多看 看了过后你们会有新的感受 因为文本带有一种潜能 发掘这样的潜能 其实是一种趣味 很有趣的 因为可以很多不同的意思 它更是一种玩味 因为当我们懂得玩味 这种趣味的时候 也让我们能够增加更多的乐趣 好 第三个叫读者 什么叫读者 读者 我们在聆听也叫读者 我会分成两种读者的视野 第一 个人视野 什么叫个人视野呢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许多个人背景去阅读的 我在听聆听或者是读书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有很多idea 所以我会带着我自己的本身去 所以叫个人视野 第二 历史视野 作者当初创作的时候所处的环境 就是所谓的语境 他有这样的环境就造就有这样的文本 我就拿这一首诗来作为一个比喻 这是我做的啊 他也是医生 各位读读看 来不及的刹车 蒙不着天日 看着西日战友紧急入院 迎接的是戴着黑手套的医生 身穿着充满黑血的工作服 赶忙收上手术台上 我被迫站在门外 默默等待 720小时的等待 终于结束漫长的手术 看着西日战友的康复 来不及的感谢 被下一个病人充满带过 留在心里那一声 谢谢你医生 我不懂各位读啊 看一下这首诗你们觉得我什么手写的 对象是谁 应该很难猜到 其实这首诗是前一个月 我在去马拉伯的路上 出了车祸 我在海外打转 撞到那个围栏 然后我在写下 我就把我车送去修舍场的时候 写下这首诗 然后 昔日战友 其实 不是人 他是我的车 他陪我打仗 他陪我 度过好多好多年 我21岁度过我4年 然后 黑血的医生 就是 那些维修人员 他们手沾满了很多黑黑的东西 那种 物质 所以我觉得是黑血 所以我很想感谢他们把我的车救回来 然后 为什么我用这个车来说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会像很多我的朋友一样 我放在社交媒体上 然后每个人突然在关心我 你朋友出了什么事情 还活着吗 现在 怎么了 我讲 没有 这只是我的车啊 有什么人要度过720小时的手术 应该只有车才有吧 我就在跟他们讲 他们就吓到 好 其实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人生 在创作 我们在今天就这个场合 我们在聆听我们各位讲者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着阅读的工作 然后我们阅读了他们的人生 我们加进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去创作 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人生 所以 作者 我们要做作者 同时也做作者 同时也是一个读者 所以我想要请各位 不要害怕文学 文学其实一直围绕我们身边 我们要去感受文学 去享受文学 把文学继续发扬广大 谢谢各位